大家好,今天是5月第一個交易日,星期四 今天市升得十分之亮麗,完全不受到中國優價的影響 似乎應該是外面的資金繼續湧進來 今天升的板塊是比較多的 最多的5個板塊就是這些 之前是上一天的排名是比較低的 證明現在似乎有些東西是炒落後而上來 當然,個別升多的會不會是因為 個別是有些洗矮的股票大動升 例如醫療保健的話,最基本的就是 比較好一點的股票也會升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真正的板塊上比較穩健的上升 再跟著紙葉的東西就看到了 是否很細小的東西 由於他們比較是細小的 升少少,除了波幅多多 因此這個板塊升的時候 是未可影響作準 到這裏是保險的話 大家看到了 每個都很大牛龜的 這些都是大牛龜的 這些變成升的時候 你的保險板塊是肯定地 是比較有實質的上升 而這個上升,我們要看一件事 保險股資上的上升 就是因為之前他們買了很多中國的股票 債券等等 中國式的資產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中國方面的股票 保險公司是比較多的 而即是說他們的升 是代表中國的投資市場上 是有了好的表現 所以他們才升的 其他其次就是軟件服務 沒有什麼 雙湯是繼續跑出 其他很多的軟件 都是出現到有上升的即勢 即是說 也都是找得到 那些東西基本上是在來的 還有地產 地產就是 很多都會升 很多人就說 內房死啦 死啦 死啦 還不死還不死 還不拖死中國經濟 你還不死還不死 日本迷失了三十年 中國也要迷失三十年 那麼這個就是很簡單 人家的東西 一定衡量自己的東西 人家有做得不對的 自己看看 為甚麼他迷失三十年 那你就避開他 你沒有能力的 那你就迷失三百年 是不是 如果你有能力的 你就可以是迷失三五七年 因為房地產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麼其實 阿爺去處理房地產的問題 從2022年開始一直都有的 有十六條 甚麼甚麼 當時那個樓真的好大 你醫治下去的話 都總是不見他縮小的 那麼很多人 即是一些悲觀者 和一些外國的 傳媒的反華的傳媒 就說你死啦 你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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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呢 那麼很多的香港啊 或者是國內的人 都受到感染 那傳媒都說 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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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死了下來 死了下來 那為甚麼現在 曾經瑞銀一個地產的分析員 很多年之前 他是曾經 首先出來說 恆大不行 當時人都罵他 那麼現在就不用罵了 到了最近兩個月他就說回中國的地產可以 那些人 看是信不信 其實中國是做了很多事去解決地產問題的 那麼我都由二年開始 一路近來有一些文章寫過 那麼到最近都有一兩篇文章是舊民重登 很多人會問為甚麼要經常舊民重登 喂 錯了的我就側側博不多國 不會登啦 是不是 正確的 那個政策是正確的 那麼值得大家再一二再去參考 好了 那之後呢 那就看看 那麼今天很多股票都升得挺好的 美團8% 那麼其他這些等等等等等等 樣東西都挺好的 是不是 相當升了27% 好 最後一次我們看看 來到了 期指了 我本來一直都是說 期指應該在6月30號 就應該有望有望 看到是183至185 嘿 我看錯了的股票 5月2號都已經去到1816 那還不錯 是不是 對不起 看得太悲觀了